903廣播劇 歐陽志強 一邊聽Ginni和Fins哥說 以前One Way和現在的One Way 真是蚊比和牛比 好老套呢? 看兩下吧 Ginni和Fins哥的年代 只懂得蚊比和牛比 難道你期望他們會 姚子靈抹鼻嗎? By the way 我也是剛剛才知道蚊比和牛比的 原來是大比的 正當大家聊到興起的時候 有人突然推開到門 過一秒 全部人的毛管箱上都已經動起了 幸好 原來是細傾 現實有大把戰鬥 現實又會叫你發怒 現實是我讓你邊笑邊哭 一日無後 第214集 差半步 喂 整班人在這裡聊什麼 不算我? 沒有啊 沒有啊 哪有啊 沒有?還說沒有? 一個一個古古怪怪的 沒有啊 沒有啊 我們在這裡夾下個星期的project 對啊 下個星期的project? 喂 我跟的 怎麼會找志強夾 啊 阿Vince說錯了 是這個星期的project 是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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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意見? 那問意見 沒理由不問問我 啊 是不是有東西瞞著我? 沒有 哈哈 這麼齊心答無 還不是夾口公? 沒有啊 不是啊 不是啊 喂 不是啊 幹什麼啊 現在我是你頭 還是你是我頭 啊 我們在這裡做什麼 我需要向你交代嗎 是啊 我們做什麼 要不要向你交代 要不要向你解釋 你做了我們頭嗎 沒有 我見問你們 你們都肯回答 那就順便追問多幾個 沒事沒事 沒事 你就出去吧 在這裡賴死不走 有用不肉酸啊 喂 你們不要再裝沒事了 你們的氣太差了 看穿你們了 什麼啊 你們看穿什麼啊 你們要計劃啊 哈 細傾這下成功令所有在場人士 不止無管凍 簡直是飆了冷汗 Beans哥想用飲水來掩飾自己的緊張 但他忘記了緊張是會帶來手震的 他震到杯裡的水都很瀉 顯得他很緊張 Ginni就聰明了 什麼都沒有做 裝自然 但就是太自然 自然到唇張開了都不知道 他的樣子 就像九品芝麻棺裡面 周星馳知道自己要在妓院打三個月工一樣 抹大個口 得個洞 而我和歐陽 只是互望了一眼 因為我們知道 西京來了 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 只要給他一些好處 他就無論如何都不會爆我們出來 前提是 他進來之前 他這個大口怪還未到處跟其他人說 喂 你過來吧 有沒有其他人知道的 喂 我怎麼知道你們有沒有被其他人知道 我們當然是沒有了 這些事當然越少人知越好 那倒是 但是呢 現在也沒用了 主角也知道了 蛤 主角也知道了 即是 是啊 現在主角很不高興 這次真糟糕了 大什麼糟 最多就是炒 喂 不用炒這麼嚴重 還是沒有了驚喜 我沒所謂的 驚喜 咦? 驚什麼啊 哼 你們古古惑惑 圍著自己在那裡聊 還要故意不遇我 那真是擺明 明知道我星期六生日 但是那天呢 我不用上班 怕沒有人跟我慶祝 你們有心啊 不行了 我又忍不住了 我真的要過來 喂 什麼事都 搭你幾場 我才可以 摔我心頭之粉 喂 喂 不要打臉 我是臭小子 我不應該進來踢爆你們 喂 什麼世傾真是星期六生日嗎 我不知道啊 我真的不知道 哦 星期六生日好啊 你幾歲啊 哎 幾多歲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你們買了什麼禮物給阿KING仔 哎 到時候你就知道了 給你一個驚喜 是啊 我們想了怎樣給你驚喜 你不要再問了 你不要再問了 哎 不知道是不是Super Me呢 嗯 強姐知道我喜歡Super Me的 真是 虛經一場啊 一切照原定計劃進行 OK OK 你們加油 我精神上支持你們 好 我都準備好了 OK 為了瘟匪 我們一定要 健哥說有事要宣佈 三分鐘之後 去到健哥的房門口 搞什麼啊 如何留待你 如果早到半步 能伸手泡泡 無奈我遲得了 只可以仰慕 如能離開你 寧願寫上句號 何苦掙扎到 又愛又怕相當 Oh No 痛快失戀也許更好 最多講最好數 第214集 差半步 歐陽寧是歐陽 司徒志強是志強 謝西嘉是Ginnie Wasabi是Fins 阿金是阿King 陳淑儀是Violet 太早一秒透露 遲多一秒仰望 難得的最愛 習慣最最壞 那一刻刺碰到 嘩 這頭被世傾嚇到驚雲未定 那頭健哥又說有事宣佈 叫我們全部人入房開會 搞什麼啊 如果你猜到見哥的陰謀的話 上來我的Facebook page 歐陽寧酷歐陽 告訴我吧 某一生 再擁抱 歐陽之強 一呼一吸 雙生雙行